香港电影《狂舞派》一上映就获得不俗评价 更获得周润巴 郭富城等影视界大佬的力挺助威 在香港口碑票房双丰收 15日 《狂舞派》在台北举办首映里 女主角严卓琳现身 只有19岁的她以心愿之姿打进金马奖 与张子怡舒淇 郑秀文贵伦美争夺影后殊荣 金马奖颁奖里竟在眼前 严卓琳也透露已经背好战袍 可能是我的年纪吧 通常网站都是很浓重的 但是现在因为我都想抱着一个参加者学习的心情去 所以就感觉好难找到一条真的比较简单一点的裙子 但是最近真的终于终于 就好像昨天吧 终于真的选到了 虽然礼服已经准备就绪 不过对于尝试高跟鞋 严州林还是心慌慌的 《狂舞派》会得如此多的赞誉 不少人对续集也是相当期待 不过严州林透露续集将会是《狂舞派3》 跳出续集永远是第二部的苛救 不过对于拍摄时间则还是要耐心等待 但是不会是短期内的事 因为他们都想就是平静下来 先不要先的成功就立刻去拍了 所以就沉淀一下再拍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